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台中大理运动公园应规划兴建大理国民洞中心而拆除原有的田径场,是否在一旁兴建一座200公尺的运动场,三月初开放使用,没想到民众前往运动时,发现人工草皮到处是散步不均匀的石鹰沙,让整座运动场看起来显得脏乱, 是以原理天生对于刚启用的运动场就出现这种状况觉得太离谱 大理运动公园靠近郭光路一侧,原有一座田径场,是附近民众运动,散步,甚至举办大型活动的场所,因是否规划在这里兴建大理国民运动中心,为让民众持续有运动的场所,是否斥资一千多万元, 在一旁原作为篮球场和网球场的地方辟设一座200公尺的田径场,以及一座篮球场,并在三月初正式启用 李天生表示,近日接获多位民众陈情,表示刚完工的田径场人工草皮,到处布满白色石鹰沙,不但让整座田径场看起来显得脏乱,也担心小朋友不小心滑倒,甚至风大时四处飞扬的沙子造成民众眼睛不适,对于新完工的场地就出现这种状况觉得太离谱, 李天生表示,现场查看后发现,原本应该均匀分布在人工草皮里的石鹰沙,呈现不均匀的分布,质疑施工不严谨,监工不确实才出现这种状况,对于市府原本的一片好意,如今却让民众质疑是否做事草率,实在不应该,要求运动局尽快进行改善 李天生并说,市府运动局为了让民众调解人工草皮为何要铺设石鹰沙,特别在四周设立了好几座告示牌,但从告示牌上的剖面图,可看出石鹰沙应该在人工草皮底部,根本不该跑到表面上来,质疑运动局根本自打嘴巴 市府运动局运动设施科长徐建南表示,当初应考量该处为下凹地形,若种植天然草皮,排水不良下不以维护,才会铺设人工草皮 强调在人工草皮铺设石鹰沙,是为了延长草皮寿命,并让草皮在彩态后可迅速回正,研判使民众彩态和风吹,才让石鹰沙分布不均匀跑到草皮表面 鹰还在保固期内,会要求厂商尽快复原 鹰还在保固期内,会要求厂商尽快复原